各位同学 我们这一讲来学习一下 芒果db的增量式的Metro Reduce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的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麦子学院 现在有一千万个同学 我们就使用我们前面学那个 根据不同年龄层 算GPA这个算法 来统计一下每个年龄段的平均GPA 就可以做到对不对 那下个月芒果db又新招了 5万人 那我要不要重新统计一下 那就是一千零五万条记录 重新做一下这个Metro Reduce 这工作量稍微大一点 那可不可以只处理 那新增的五万条记录的 答案是可以 就使用我们即将要学到的 这个增量式的 Incremantle的Metro Reduce方法 其实还是那天那个算法 前面一点都没改 Metro Reduce这两个方法 一点都没有改 改的是哪呢 改两个地方 一个是Query的条件 一个是这个输出的条件 输出的条件是关键 原来不是你就写一个 out然后冒号 加一个那个collection的名字吗 对不对 就把这AVG GP下来这 现在呢 多加一个key 叫Reduce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新的结果 你合一合 老的结果 然后又存在这个表里 对不对 再做一次Reduce 因为我前面讲过 咱们Reduce这个function 是等密的 对吧 你可以这个不停的做 你先做后做 都无所谓 然后你可以再多次做 结果是一样的 那我就用利用这个特性 1000万先做了 5万再加进去 跟105万一起做 效果是一样的 好 那out这个改完了 Query里边加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就加了这么一个命令 就是process 不存在 这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 我们这个不是 第一次吗 现在没处理过 我们第一次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 跑一遍 这个一处理完 那他就会说这个结果 对不对 这结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21岁的 两个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 那我处理好了之后呢 我怎么办 我把现在数据库里的 已有记录 我都标记一下 怎么标记呢 这大家都学过的 其实就用这个sys的命令 process等于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要改一下 就是我要 就等于把现在数据库 已有的记录 全标记成 prsys等于处了 跑一下 好 这些好了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的数据 然后现在变成 已有数据 因为这个process 都是错了 对不对 那我这个 nipro reduce再跑 对吧 因为有了这个条件了 我只处理process等于fos的这个数据 那我再怎么跑 它都不会再影响结果了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reduce的方法 大家发现 它就不再emate出来了 它就不再emate出来了 对吧 都不起作用了 好 那现在我就可以了 比如现在我们开始新增记录了 我们新增一条document 我们新增一个年龄21岁的gpa是2.0的 同学 这个一保存 然后我再跑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就只有一个人 对啊 就这个新增的数据 我们把它统计一下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结果 我们看看21岁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他就三个人了 然后他现在的平均gpa就是3.066了 是不是 就起到了一个我们增量式统计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多数的maps有的方法 应该都是可以做成这种增量式的 因为我们就reduce的方法 这是取决于我们reduce的一个特性 这也是可以极大提高我们的处理效率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